哈喽大家好 中国热点对标美国论剧 我们用一杯咖啡的时间 聊聊中国热点的美国冷思考 我是爱尊严的姚姚江 就在上周末的时候 在中国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市的一所学校里的体育馆 发生了坍塌事件 造成11人死亡 事后发现这11人中大多数 都是该校的年仅初中的女排队员 事情发生过后 这些死去孩子的家长 在医院里控诉官方不作为 长达数个小时 不通报家长心的进展情况 反而是派警察来维稳的视频 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关注 我跟警察说 我说你跟医生跟我们沟通一下 没人沟通警察来是执勤的 防止有人闹事 防止有人闹事 政府来的工作人员 没有站出来跟家属做工作 问问家属什么情况 有什么诉求 没有任何一个工作人员 跟家属有沟通 现在事情已经过去 将近一周的时间了 我们看到在中国的互联网上 无论是微博热搜 还是其他 都不怎么再看到 关于这个新闻的报道 我不知道是因为 现在中国大众已经习惯了 这样的冷漠态度 还是官方的刻意压制 虽然可能有些人认为 这已经不是时下的热点 但是我还是想通过这个热点事件 这个曾经的热点事件 来对比一下美中两国处理危机的态度 从而揭示这两种制度带来的一些思考 上周日在黑龙江省 齐齐哈尔市第34中学 突然发生了体育馆坍塌事件 那么有15人是被困其中 后来是有4个学生 自己从废墟中爬了出来得以生还 剩下的11人在搜救过程中 有的是还没有搜救出来 就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 有的是在送往医院过后 经过抢救无效而失去了生命 那么事后在回溯整个事件的时候 我们看到是在下午2点52分 发生了这起事故 在56分的时候 消防员就已经赶到了现场 在家长PO到网上的视频中 我们得知他们有的孩子 是在傍晚7点钟左右的时间 被送往了当地医院 然而到了5月12点的时候 那些家长还没有得到任何官方的 关于他们孩子的任何信息和信息通报 那么在事件发生之后呢 也引起了许多网友的愤怒 还有声诉 那么今天呢 我就想对比一下 在美国发生这样的 比较大型的灾害事故的时候 美国的各级政府都是如何做的 他们又是如何应对这些家属的反应的 2021年6月24号 位于佛罗里达州 麦阿密市戴德郡的一栋12层楼的公寓楼 在凌晨1点半的时候 突然发生了坍塌 那么因为呢 这个坍塌事故是发生在凌晨1点半 很多人都在睡觉啊 所以最终呢 是导致98人丧命 这也成为美国历史上了 由于建筑坍塌事故 导致的死亡人数最多的事故 那今天呢 我们就对比一下 看看美国上到联邦政府总统 下到地方政府红十字会 甚至是宗教团体 如何通力协作 最终完成了一个月的搜救工作 以及之后的重建和疗愈的 首先呢 我们来看看当地政府 是如何做到第一时间 公开透明的把信息散播出去的 我们知道这个事故发生在凌晨1点半啊 这个时间点可想而知 大多数人都在睡觉 所以呢当地政府呢 其实要在第一时间 把信息发散出去 是比较有困难的 但是他们仍然保证 在早上9点钟左右的时间里 举行了第一次新闻发布会 可以看到啊 距离事件发生啊 还不到8个小时的时间 这已经是他们能够最早的 把新闻媒体聚集起来 把情况散播出去的时间了 那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 从迈阿密戴德郡的郡长 到警察局长 消防局长都悉数到场 通报现在的搜救情况 那么戴德郡郡长也表示 他们会尽一切努力来搜救人员 并且呢他们还非常重要的呀 是公布了一个电话号码和网站 表示说啊 如果是失踪人员的家属 可以通过这两个渠道 来找自己的亲人和自己下落 以及最新的这个进展和情况嘛 同时呢他还派出了社工 然后呢要帮助已经到达现场的家属 来疏导心理情绪 到下午4点的时候呢 当地政府是举行了第二次新闻发布会 那么郡长呢 再次是update了一些情况 包括呢已经是找到了102户的这个住户 但是呢仍然有99户还没有找到 那么最重要的是呢 他把这些99户没有找到的亲属呢 都安置在了这个事发地点附近的一个酒店里 为他们提供住宿啊 包括食物啊水啊 甚至是心理辅导这样的安排 所以你可以看到啊 在这个新闻发布会现场 只有记者和媒体在 你看不到这些失踪人员家属亲友的身影 他们也不会是在医院里堵着 问医生信息更不会是在事发地点 因为这些都是不安全的 再加上他们现在失去了亲属 他们的心理防线其实非常脆弱的 面对这些记者的长枪短炮 他们可能随时会面临着破防 为了保护他们的隐私 也为了让他们的这个心理疏导 能够顺利的进行 这些家属呢都是会被保护在一个特别的酒店里 甚至会set up 一个家庭咨询中心 专门让政府对他们进行一个信息的通报 所以可以在这里看出啊信息对公众 也就是对这事情无关的这些美国民众的信息通报 和对这个家属的信息通报 其实是分开两个渠道的 到了晚上八点钟的时候 该市呢再次举行了第四次新闻发布会 那这呢已经是不到24的小时的时间里 举行的第四次新闻发布会了啊 那么这个郡长可以从他的表情当中看出 他也是有些神色疲惫 他是希望各位媒体朋友们呢都回去先休息一下 那他们呢这个搜救工作会是24小时不间断的进行 同时呢他也通报了第五场新闻发布会的时间 那会是在25号也就是第二天早上 七点半进行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齐齐哈尔市的政府 是如何处理这场危机事件的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事发时呢是上周日下午2点52分 发生了这起事故 当地政府举行第一场新闻发布会啊 是在24号的晚上 距离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 已经整整过去24个小时了 而且从网上流传的视频我们可以看出啊 这些家长啊都是等在医院里 可是呢在长达12小时的时间里 没有人从医生到警察到人大代表 没有人能告诉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 以及他们孩子的现状究竟怎么样了 那么从处理事件的细节中啊 你不难发现啊 在美国的这场悲剧事件发生的时候 是在凌晨一点半 其实官方啊是有非常客观的难度 能够把这个消息通报给新闻记者的 然而中国发生的这件事 是在下午两三点钟 其实官方完全可以做到第一时间 举行新闻发布会 把这个消息呢散播出去 其次呢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对家长对于这些家属的态度 也是非常的不一样啊 在中国这些家属 就这么在大这个天里 挤在这么一个医院的这个通道中 来等待他们孩子的消息 这心理的交集 这个天气的因素 你又可以想见 他们的心理是多么的难受 那你现在面对的 还仅仅只是11个孩子的家属 你想想如果这样同样的事情 美国的这样的99人失踪的事情 发生在中国会怎么样 难道99个家庭的家属 都挤在这个医院的通道里吗 那医生还怎么展开工作呢 然而在美国呢 他们是专门是开辟了一个酒店 来安置这些遇难者的家属 并且甚至给他们提供了心理辅导 我们再来看看联邦政府 是如何配合地方政府 进行搜救和救援的啊 6月24号 其实佛州州长就已经宣布 该州进入紧急状态了 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 也就是FEMA呢 也说他们呢 已经随时准备就绪 准备到佛州去组织救援了 25号 拜登呢 是签署了紧急令 授权FEMA呢 去协助救援 而且呢 也是拨钱拨技术 要全力以赴来帮助佛州 那么这个FEMA呢 其实它的工作啊 是非常细致的 它分成了好几个不同的部分 首先呢 它有一个市区紧急救援队 这个救援队呢 基本上就是12小时不间断的 来帮助这个当地政府呢 组织救援 其次呢 它还有一个 美国国家技术标准学会 NIST 这个部门呢 其实呢 它是负责来采集这些坍塌的废墟中的一些混凝土啊 甚至一些柱子啊之类的这些材料 拿回这个华盛顿的总部来进行一些分析和研究 看看这个事故究竟是为何会发生 那从后来的这个回数当中啊 从他们这个NIST的网站中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在25号也就是事情发生的第二天呢 他们就派出了六名工程师和科学家组成的团队 到了事故发生的第一现场去采集这些废墟中的这些材料了 而且说起来可能你有点难以置信啊 这个工作直到今天还在进行 就在今年啊 2023年的5月31号 这个NIST还专门开辟了另外一个仓库 把这些废墟和混凝土的材料放进这个仓库中 进行更深一步的检测 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呢 是使用雷达成像3D地图 还原出了整个12层楼高 每一层的这个具体住户的情况 因为你要知道这12层楼高住了100多户人 这突然坍塌下来 那不同的遇难者呢 有可能会夹杂在其中 其实很难辨别他们究竟呢 是住在哪一层 那也会对他们的身份的确认 造成一定的难度 所以这个3D成像呢 就是为了日后来确认他们的身份而准备的 还有一个呢 叫做美国陆军工兵队 USACE这个组织 那这个组织呢 其实主要是为了保障救援人员的安全的 因为在整个搜救过程中啊 在这个大楼废墟里有多处暗火在燃烧 而且呢 这个结构柱还有发生了位移 所以呢 这剩下的这个建筑结构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坍塌的危险 那么这对消防人员的救援呢 也是造成了一定的这个安全隐患 所以这个工兵队呢 他当然我们是希望这个救援能够尽快的进行 但同时呢 也要保障这些救援人员 这些消防人员的安全的 那么最让人想不到的其实呢 就是小商业署了 小商业署也在这个整个救援过程中要出力的 那这个小商业署呢 其实他主要是为这些受灾的小商业者提供低息贷款 因为呢 在这些住户当中很有可能呢 有一些小商业主嘛 那么他们自己遭遇了这样的不幸和危险之后 对他们自己的这些小商业呢 也会形成一定的这些威胁 所以这个小商业署就是在这个时候为他们提供帮助的 其实呢 参与整个救援的各色各样的联邦机构还有很多 那么在这里呢 我也就不一一列举了 与此相对 齐齐哈尔的这场悲剧在中国的这个国家层面上 是否有做出哪怕仅仅是象征意义的慰问或者是反思呢 虽然中国媒体报道说啊 黑龙江省省委书记许晴和省长梁慧玲 是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来组织被困人员的搜救 伤员的救助以及事件的调查 但我是不知道这个第一时间究竟是什么时候啊 起码我们连在中国媒体上都没有看到 这些省长啊省委书记在现场的视频或者是任何的照片啊 那么该市的市长虽然呢在事发24小时之后才举行了第一次新闻发布会 现场呢也是致歉了 但是呢也是在一个西装革履的啊这么一个着装下咱们在一个setup非常冷冰冰的环境里举行了一个啊面对媒体的而不是面对这个事情发生的家属的一个冷冰冰的致歉 其次呢我们再来看看习近平习大胆在这个时间又在做什么呢 24号也就是事情发生的第二天啊 我们可以看到在新浪微博上搜出来的热搜 是他宣布啊在27 28号要到成都去参加这个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开幕式 只字没有提这场悲剧的发生 大概也就觉得只不过是死几个人嘛 这就要说到美中两国的官员在处理这样重大的灾难事故中最大的不同 那就是人性化 官员们是否有设身处地和民众感同身受的能力 其实在之前的这两个对比中 我们很多是聚焦在一些功能上实用性的一些对比 但实际上我觉得这次啊触动中国家长最深的恰恰是这些官员的冷漠 是他们一直把他们晾在医院里长达12小时的这种冷漠 事情发生之后 当地官员是否真的有到事故发生的现场 是否呢有亲自面对着这些遇难者家属 拉着他的手跟他们聊聊天呢 当他们在医院里胶着的等待着自己孩子的信息的时候 他们是否有为他们送去水送去食物来表达一些最最基本的关系呢 即便是没有胃口 是否有为他们派出心理疏导人员来缓解一下他们心理的焦虑呢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在美国官员们是如何处理这件事的呢 在事情发生之后啊 迈阿密市Surfside City这个城市的市长Charlis Barkett 每天早上是要到废墟的周围去走一走的 他是要去看望这些遇难者的家属的 总统拜登是要发表全国讲话的 拜登也要携第一夫人到这个事发地点 去和这些遇难家属听他们聊聊天和救援人员握握手的 有一个细节我印象很深 由于居住在那个公寓楼里的人 很多啊都是信仰正统犹太教的人 那由于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习俗啊 他们对于灵咒整体论的这么一个信仰 使得他们对尸体的保存 其实呢是有比较高的要求的 首先尸体呢是尽量不能过夜 也不能放在空地上 另外呢他们也希望从四肢到皮肤组织 这个尸体尽量呢是要找到的比较完整 那要知道对于一个12层楼的渐进式坍塌 要做到这样完整的尸体保存 其实呢是非常困难的 就有新闻报道说 最后一个找出来的遇难者呀 他能找出来的皮肤组织 其实就是一个小指头那么大 但是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当地的消防人员仍然是会和犹太教的 这个宗教领袖一起 尽量的呢做到把整个尸骨尽量的去找到完整 并且呢在整个寻找的过程中 做到尊重他们的宗教礼仪 其实啊无论是联邦政府 当地政府还是这样的非营利组织 甚至是宗教团体 在整个过程中都需要做非常多的工作 据说就有一个当地的非营利组织 他们派出了一个20个人的团队 能够做到每次找到一具尸骨呢 就在当地在当时那样的一个废墟的环境下 当场为他们祈祷 另外附近的犹太教堂 也会不定时的做这样的诵经和祈祷工作 附近的民众呢也会摆上鲜花和纪念物品 来为死者默哀 而且这样的工作直到时隔两年的今天 仍然还在进行 导致美中两国悲剧的既有天灾也有人祸 但无论是何种原因造成的悲剧 我觉得官员直面这些受害者家属 是最最起码的 也是第一步要做的 然而我们可以看到 即便是黑龙江省齐奇哈尔市的市长 他致歉了 那也是在24个小时之后 而且他面对的是电视机的镜头 而不是一个个胶着的父母 我就想问 直面这些遇难者的家属 就这么困难吗 这样的怯懦 究竟是源于恐惧 还是源于傲慢呢 前不久网上又流传了 在上海市的奇奇哈尔路 又被封禁了 我想这不难理解 因为官方所做的一切 不过呢又是为了维稳 为了保住自己的那顶乌纱帽 这让我想起了前不久武汉市的那位 由于自己的孩子 在学校里被老师所架的车碾压 又遭到网报而选择轻生的那位武汉母亲 由于事发之后 他没有收到来自学校的 或者是这个市长政府的任何一点慰问 再加上网络的部分网民的网报 让他选择了轻生 让他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 如果说胡温时期的中共 在面对人民生命财产 遇到重大威胁和损失的时候 还要表现出最起码的一点人味的话 那么现在的中共政府官员 无论何种层级 已经不屑于甚至也不愿意 再表现出那么起码一点点的人情味 最后我只想说 有一种冷漠 叫做中国式干部为官 好了 又到了我们的网友留言时间 那在上一期的节目中 我好像是回答上上期节目网友的提问 讲到了关于报销方面的问题 然后很多网友都给我积极回应 给我科普了很多关于中国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公司 想要发票来报销的这么一个科普 其中有一个网友说 你暴露了你的年龄 你发票报销是副祖辈时代的现象 大约是四五十年前的状况 哇塞 要是真是这样的话 那我在这个网友的面前 就是活成了天山同老了 还有一位网友说 祖国民间自古以来 对皇上与众倾家的私生活 都有着浓厚的兴趣 其实我在这里要修正一下 并不是我特别八卦 喜欢去探听这些中国官员的私生活 但是我觉得 在美国的这些民众面前 面对这些调查 大家都表现得非常的淡定 就像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中说的 这官员去慰问这些遇难者的家属 也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 并不会表现出恐惧 其实我就是也是特别的好奇 为什么中国的官方 在面对这些负面新闻的时候 表现的就是如此的胆怯和怯懦 其实我觉得这是他们的一种造神化所导致的 就是他们一个个官员在这个镜头面前 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近乎于神的一种 非真实的形象 其实是特别的脆弱 因为你在一旦遇到了危机事件 或者是一旦遇到了负面新闻的时候 你想要保护这种神一样的这种形象 也就变得愈发的困难 只能通过什么呢 只能通过逃避 还有就是网络压制才能达到了 好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也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为我们收藏点赞转发三连拍啊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